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那之前就有不少的舆论认为 美国总统不管是拜登 特朗普或者是谁当家 这两大强国的关系应该都回不去了 尽管说农历新年期间 美国总统拜登夫妇最近是有向中国人民拜年 并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 感觉上好像是释放了一种积极的信号 让人期待中美关系有缓和的迹象 不过拜登上个星期五也在七国集团G7的线上峰会中强调 如今美国是已经重返了国际舞台 并且呼吁民主盟友携手来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等独裁体制的威胁 显然是希望与盟友共同来对付中国 当然其他的盟国会不会跟着起舞那就是后话了 针对中美关系当前的尴尬局面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就表示 今年中美关系脱离了长轨 陷入建交以来最困难的局面 根源就在于美国前政府出于政治的需要 对中国走向和政策做出了严重的误判和歪曲解释 遏制打压中国 如果双方的关系要拨乱反正 他认为就需要打破各种错误的认知 客观准确的来了解认识和读懂中国 他同时表示中国愿意与美国沟通 也希望美国能够摒弃贸易科技战 对华政策可以回归理性 一个有礼貌的绅士绝不会把自己的刀叉伸到别人的盘子里 对中美这样的大国而言 更是应当相互尊重 不能够只想着改变对方 压制对方 甚至打倒对方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蓝厅论坛上 以刀叉作为例子表示 中美两国不应该再互相攻击和干涉彼此的内政 反而应该互相尊重 并厘清中美关系的主要癥结 我们知道美国新界政府正在审视评估对外政策 希望美方的政策制定者能够顺应历史潮流 看清世界大势 我们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 我们愿意美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王毅还说对抗新冠疫情 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是眼下国际社会最迫切的三大任务 因此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愿意在这三大领域和美国协调政策 加强合作 携手为世界做出阶级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